HELLO 大家好,我是KAYS 我是馬布,大家好 一放夜放,病毒難防 所以我們要來玩塔防遊戲,我們嘗試一下 注重身體健康,這陣子 所以我們留在家,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創月環境連結 是一個塔防遊戲,來跟大家試一試 看到這些其實全都是角色 剛才彈進來的那一刻,看到李伯 遊戲裡面的很多不同的角色 角色設定的名字 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可能是神話,還有剛才李伯應該不是神話的 這些出名的人 讓大家看看我的配隊是怎樣 這些是老斑 SR的角色很高級 如果大家玩這遊戲的話,刷到SSSR是很重要的 另外有這個圓儀 這個阿波羅 然後是特分奇 你看到角色造型 跟著自己的設定 塔防遊戲有很多角色有不同的定位 像這個老斑就是屬於這個弓箭手 還有很多的 看一下 這位是搶黑的 這位就是一個法師 那樣子 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用途 不如出去打一場 直接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知道是否打過 又是那些 因為越推得高 就會不停地 每個小時 會出錢 經驗值 再多一點 我又是推到這裡最過位 最底就是自己的基礎 有那個人仔 然後他現在這一關 他有三條路不同 去出兵 你見到右下角或左下角 就有角色的分類 你見到達芬奇、上官軟宜 這些就是法師類的 你見到群減發抗 這個持續群箱 很明顯這兩隻一起放 即是範圍機 一個減抗性 一個群箱 完全合適 另外雅典娜也是群箱 另外我這個十字路口 我配上一隻鋁窩 一個持續單箱 前面 因為多數出怪時會比較密 開頭我會放群弓的角色 通常 入口堆下堆下堆下 慢慢走 慢慢走 入到這個位置是單箱 放到後期少少的 這些位置就開始放些單體高箱 單體高箱 到最後清晰 散修修那幾隻 吃低血 這個還有單體減速 應該 這個配陣好像不錯 基本上它三條路都會有機會來 好可愛 左邊其實還有幾招技能 第一個就是 會令到你的角色 強化 但你剛剛好像不可以 剛剛好 左上角其實不停在儲氣 如果 你儲夠三十氣 就可以出神氣的技能 早出了 原來還未完 但BOSS未到 我想說 對 原來還未完 BOSS未到 出了大技 沒事 神氣技能可以reload 快點快點 現在二十五 二十六 三十位 但不知可不可以 漏了 漏了 剛剛好說不切 說不切 差一點 遲了出 遲了出 差一點 差一點 神氣技能有幾招 你一直做有沒有 它會慢慢開不同的神氣技能 看有什麼 我現在用這招 叫做絕境戰旗 就是令到 古墓 令到你所有的英雄 都會一起 都會 強化了 另外有一招 一開始大家可以用到的 天啟祥劍 就是範圍攻擊 全地圖的怪 一起攻擊 另外有一些 後面的越來越不同的 就是 虛空之鎖 就是鎖住敵人 它是鎖固所有敵人 就是不讓它走 不如我們來試一試 抽一抽 看看可不可以抽到 近攻的角色 Kenga的吉祥物過來 Kenga 馬上到 哈哈哈哈 抽東西 它還有一個叫做 非由關懷 又獎 它是新服的時候 頭三次十抽必出SSR 三十次必出SSSR 看看我這次 我這裡有四十抽 這本書其實你做任務 它會送給你 看看能不能中到SSSR 我想中一隻近攻 我經常都不會讀這個字 應該讀美語 你來吧 我不貪心 SSSR 我想說 那也叫不貪心 不貪心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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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這個 左邊 OK OK 强激異型 但這個 OK 哎呀 沒有 再來 再來 40抽 李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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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勤攻的 我第一隻勤攻 再來 再來 這個應該是後果 其實好像有石 不如試試用石抽一下 三重 這麼窄呀 為什麼這次抽得 唉 因為他人 黑仔的問題 是啦 打一下材料庫本 材料庫本 有些經驗值的庫本 它有寫名高法抗 我之前那隊 有很多法師 其實有點難打 另外這個金幣庫本 高密礦 哎呀 其實是密礦 難打還是法礦 這隊很平均 因為我最強的角色是密礦 其實你不是應該要打這個的時候 你就對應那個 就是要執拾 就是要執拾 你自己的隊員出來 沒錯沒錯 放置你擺開頭 然後就可以拼勻 跟著雅典娜就可以群霜 跟著這裏呢 上官就可以繼續群霜 跟著落到來 開始小一點的時候 就開始減速 跟著老闆就瘋狂地射他 老闆射他不死的話 後面還有老闆 阿波羅和尊上香寶刀 那計劃是這樣的 但實際又不知什麼情況 神器呢 我們可以 剛才試了那個 試另一個給大家看看 其實 阿里伯的攻速 有點慢 走啊 走了啊 沒問題 先按著這個 準備著 在老闆這裏 在老闆這裏 強化老闆 哇 沒有人可以過到老闆 手力出現要在後面 存不存到 存不存到 存到出 出個範圍機 OK OK啦 OK啦 當然 你可以全自動 自己過得最好 如果不可以的話 其實你用左邊的幾個技能 其實也不錯 OK的 你看這個位置 保持慢了 然後老闆 其實我覺得他 過不了老闆就贏了 基本上 嗯 是 但最好就是老闆附近 有些 可能減速那些 令到老闆的攻擊 多幾下 更加再好一點 其實他除了一些 塔房的玩法之外 他還有一些 不同的玩法 就像競技場一樣 競技場呢 塔房就應該很難 可以 啊 怎樣互有攻守呢 他其實就是 分排你自己 有那隊人 然後一隻一隻單挑 但我有老闆在這裡 沒得輸 我一個老闆 可以打人家 人家都可以的 你看 我是可以按住他們 他會逐隻逐隻出場 太厲害了 老闆先手又快 攻擊力又快 你先手贏了 對啊 基本上一滴血 一滴血都不會被人求 當然 因為其實不太常打競技場 你看到我的戰鬥力 比對面的戰鬥力高了很多 所以秒都是很正常的 除了剛才的競技場 還有塔房之外 他還有一個猜包剪刀 拿角色碎片 選擇我 包 贏了 輸了 輸了 再來 包 沒理由的 第二次 來一次 來一次 都是包 嚇死我 剪 不會的都是包的 贏 相信我 都沒有心理戰 剛才跟他說 我猜包 一樓 沒理由五次都是包的 哈哈 這個其實贏了之後 就會有不同的 廢章 碎片螺 如果喜歡塔房的話 可以下載自己試一試 這個創月環境連結 今天先介紹你這裡 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記得按LIKE和訂閱我們 下次再見 再見